不得了啦 高晓松和宫林娜为了王妃撕跨了 甚至把皇帝的新衣都搬出来了 话说现在的撕跨都升级到童话境界了吗 到底咋回事 跟着所长往下看 王妃演唱会议落幕一周 但其走音却遭到持续热议 前有娜英在微博上与网友对骂 日前有媒体指出 高晓松也力挺王妃 没想到龚琳娜夫妇俩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不仅在微博上质疑王妃 老罗更是直接将炮口对准高晓松 直指她粗俗 五日晚龚琳娜也在微博炮轰高晓松 中国乐坛皇帝的新衣要穿多久 此微博曝光后 瓜友们坐不住了 有人举手表示赞同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也有人质疑龚琳娜夫妇 这是在赤果果的蹭热度好吗 还有人指出龚琳娜是忘恩负义 当年忐忑曲未红时 王妃是在微博上替龚琳娜宣传的第一人 今天高晓松本人也出来辟谣 对于王妃本次演唱会没说过一个字 还疑似隔空喊话龚琳娜 蹭热点我理解 但是造谣就不好了 这种侵犯名誉权的事 所长也不好说 还是让法律来裁决吧 只是这2017刚刚开始 贵圈的撕跨大战就紧锣密鼓地打响 话说你们都不想让操心了一年的瓜友们 好好过个年吗 看惯了娱乐圈的花式大长腿 偶尔晃晃口味 品一下行男也是不错的 最近余文乐的肌肉大片曝光 看看六叔这满屏的荷尔蒙 看来曾经的闭关十月地狱健身 果然是很有效果啊 话说 前段时间六叔六嫂恋情曝光 不少键盘侠开始翻起了六嫂的黑历史 这样一来 搞得六叔六嫂之恋爱没法好好谈了 就在今天六叔终于发声 表示就算宝宝真的恋爱了 大家有必要说话这么狠吗 自网络暴力盛行以来 很多明星都关闭了微博 对此所长只想说一句 希望大家适可而止 不要等到那天六叔也关闭印丝 才后悔莫及啊 前段时间 刘凯威和王欧整出来的夜光剧本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后来卓伟承认都是他一手策划 不过网友们都表示 要心疼秘密好几秒 本以为这事已经结束 没想到近日竟传出 由刘凯威王欧主演的周末父母 要在湖南卫视接荡孤芳不自赏的消息 天了卢 这不是明摆着要和秘密主演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抢生意吗 此消息一出 你这样在秘密伤口上撒盐 也太不道德了 还有宝宝放话 趁要看到三生三世吊打周末父母 而在所长看来 这到底是不是炒作还有待考证 宝宝们负责把瓜吃好就好了 过年了 孝顺的爱豆都要回家找妈妈了 迷妹们也快来拜见婆婆了 最近彭于燕和彭妈妈同游日版 没想到在彭于燕晒出的视频中 彭妈妈竟对着镜头做起了搞怪表情 还不忘整理发型 看起来也是一位爱美的婆婆哟 话说不仅各式爱豆养人 爱豆的妈妈们也都是属于能出道的 羊羊妈妈端庄美腻 陈伟廷妈妈女皇派十足 李芳妈妈扑面而来一股模特气息 而屋里桃妈和桃桃的同款大卧蚕 真是让所长不得不感慨基因的强大 老胡的妈妈年轻时也是大美人一枚 话说这么萌的小胡哥 那位迷妹赶紧收了他吧 还记得公交四级款的王思通吗 能有国民老公的言 所长也是佩服的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仪式在民间的爱豆 宝宝们快来瞅瞅吧 先来一枚服务员胡哥 能让胡哥为自己点菜端盘 迷妹们做梦都能笑醒吧 再来一位正在等车中的发哥 这样的发哥也是有点太接地气 这位大哥你和范老师也太像了 这里还有一枚年轻款的黄磊 不知道多多会不会觉得两个爸爸傻傻分不清呢 这位快餐店的小哥 你和马龙的相似度真是百分百呀 还有正在军训中的王宝强 以及泰国师傅岳云鹏 你们长成这样不去当替身 真的可惜了 还有在邮局工作的黄阿玛 黄阿玛这是来体验民间疾苦了呀 最像的还属几枚款的年轻版霍建华 这眼所长是福气的 一大波迷妹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位宝宝 你准备好接招了吗 徐若萱生下儿子小微宝后 就开始了带娃工作的生活 但没想到的是最近有网友爆料 作为某品牌的代言人 徐若萱多地的广告牌被集体撤下 有些已经神速地换成了赵丽颖 有人爆料他被封杀了 还有人扒出 这似乎只是该品牌最近的一系列动作之一 早在去年12月份 该品牌的网站就把徐若萱屏蔽了 随后徐若萱所属经纪公司 透过律师声明强调 该内地品牌旗下代言众星云集 内地媒体报道中 所披露代言产品系列并不相同 徐若萱本人没发表过不当言论 希望网民与媒体停止散播不实言论 否则依法追究 看到这份声明 吃瓜群众都散了吧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年货要背起来哟 吃瓜群众人